李毅呢 还从 这个周末的香港上 给自己 这个结论 找依据 那么呢 狮子山下 发了一个东西 叫这个周末 香港人太开心了 他说的是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这个 在香港举办的这个 国际七人橄榄球赛 全城 气氛高炸 然后基本上是属于 这个彻夜狂欢 公共烧卡台 一台南球 数万人体育场里面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酒吧里面 这个大家 一直嗨到天亮 配了大量的图片 这篇报道里面 大家这个幸福满满 洋溢脸上 包括香港政务司副司长 朱永鑫 财政司的副司长 黄伟伦 等等 都在现场观战 为香港队 这这这这打气 加油 嗯 然后这个大街小巷 啊 这个中环呢 兰桂坊 啊 这些酒吧 几乎是家家暴场 嗯 家家暴场 嗯 那么 整个全港的宴会上书 人数的这个上限 都已经取消了 嗯 都已经取消 嗯 这个 给人一种 蒸蒸日上的 这这样的一种 一种印象 啊 嗯 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嗯 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嗯 那么呢 有人说 有人说 这是 中国政府拿香港 啊 做示范 做示范 啊 香港这个示范 作用 这个这个 这个搞得好了 问题不大的话 就就就可以 对中国大陆 发生这样的作用 发生这样做 嗯 那么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这是正确的方向 那有的人说 呦 这跟大陆形成的反差太大了 是吧 有的人呢 还说 呦 这个 希望香港没有后遗症啊 那就是你们 狂欢了一个周末 啊 你别到最后 是不是啊 三天五天之后 潜伏期一过 啊 然后呢 就惊掉下巴 是不是啊 李懿还演了个东西 是什么呢 他说 他还问了 他说这个专家里面 说的这些东西 在美国基本属实 嗯 什么东西呢 他是 有这样的一篇文字 美国华人生活里面 啊 发表于美国的一篇文字 叫经报 叫德国专家 说 新冠已无毒 是时候说 拜拜了 嗯 说转眼间新冠在全球肆虐两年半时间了 一波一波疫情 总也没完没了 嗯 这个 有些国家 严格防防疫防控 有些国家呢 选择集体免疫 但近日一些欧洲国家的专家坐不住了 世界报采访了近几年一支致力于新冠病毒研究的德国肺病学家教授 托马斯沃沙尔啊 他和他的专家团队对世界发出呼吁 说是时候和新冠病毒引起的恐慌担忧 说拜拜了 嗯 这个沃沙尔教授联和其他十位医生和专家共同发表了一份论文 叫世上不再有新冠 只有奥密克戎 这个大标题啊 叫世上不再有新冠 只有奥密克戎 嗯 那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起了新冠病毒和奥密克戎的区别啊 他说新冠病毒被一定义为可诱发血管炎 甚至可引起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症的危险性肺炎 嗯 说原始病株 变种的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 大德塔什么等等这些都是 嗯 然而相对而言 新变种奥密克戎十分温和 他不但易于治愈还提供了更多的自然感染的机会 从而刷新和扩大了人群的免疫力 因此啊 这个教授和他的团队表示 自从奥密克戎出现起流行后 新冠病毒几乎不存在了 目前感染的风险值和感染人数不再是判断疫情严重程度的决定性指标 他说从慕尼黑啊到福伦斯堡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很难再看到一个只因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疗的感染患者 然后再谈到未来疫情走势的时候 沙娃尔教授乐观的表示说 目前新冠疫情正在从大流行趋势向地方感染过度 疫情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每个人都会被感染 因此每个国家只要控制重症新冠患者的数量 尽一切可能保护弱势群体 就可以称之为负责了 那么 他怎么看待这个接种呢 接种第四第五剂新冠疫苗这件事 这个沙娃尔教授更是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接种 他更开放 就是可重可不重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重 然后他引用了这个英国的数据 说99%的英国人都已经通过疫苗接种或感染痊愈后产生了抗体 天然免疫力已经越来越稳定 因此他表示德国的情况不会和英国有太大的不同 那么说欧洲的专家普遍强调奥米克荣与原始毒株相距甚远 仅存在少量残留的免疫学相似性 疫苗接种不再能提供相同程度的保护 因此强制接种 目前看来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关于疫苗 不是必须都要打 强制接种 没有必要 然后这个教授呢 他还认为说对于德国来说 在学校社区等地一味的设置核酸检测 毫无用处 真是好 毫无用处 他说测试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和社会伤害 没有好处 他又一次强调 做核酸检测 没有好处 最后他表示说对于德国来说 封国封城封校 毫无意义 至于感染患者 只需要请假请病假 在家休息一下 就OK了 那么他说的是 德国吗 那么 与德国有着不同的制度和国情的 中国 那么 这一个德国的专家的研究和他的结论是否 也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呢 不知道 反正李也是拿他这个东西说事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用了这两节的时间 把很多人不愿意听的话 这个 分享给大家 我还是那句话 我坚定的支持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 我 赞赏中国政府的人民之上 生命之上 这样的总方针 抗议的总方针 但是两条 第一 这个方针总原则在落实到具体的 防疫措施和手段与方法的时候 衷心的希望 通过中国政府的这种 能够做到直达式的垂直管理 社会制度优越性 那么在整个的抗疫防疫的这个过程中 在 全过程里面 更加的科学化 更加的人性化 不要因为防疫的手段和措施的 极左化 极端化 让中国政府在这场空前的世纪的这种防疫战争中 失去了最基本面的群众的支持 那么这包括普通的民众 还包括那些个不动手就不能动口的 中小业主 他们是人民的主体 谢谢大家